王爷 玉姑娘 用膳了 哦 来了 你刚刚嗑了这么久的瓜子 估计也不饿 所以啊 别吃了 不是今天 是两天 王爷 属下没做错什么事吧 本王说你错了 你就错了 王爷 要不然打板子吧 知道王爷为何不让你吃饭吗 不知道 王爷和玉黎姑娘刚刚含情默默对视 王爷可能还想要做些什么 你跑出来没有眼色地喊吃饭 你坏了王爷的好事 兄弟 你就认了吧 若是我和娘子这样温情时刻 有人跑出来破坏 我会把人吊起来 那怎么办啊 没办法 你只能饿两天 今天老程做了好几条鱼 还做了醉鸡 你都没口福 程如 你给我等着 以后有你求我的时候 现在我不用求你 所以我先把如今的小日子过好 要求你的时候再说 这是父皇 留给朕的东西 和寺库里的东西一起不见了 如今 却出现在一个小镇子的当铺里 好一个黑鸭山 好一个土匪窝 真的以为不敢动他们 若是惹恼了他 他一把火把黑鸭山烧得干干净净 去把如阳王叫来 上次想要叫那个老家伙去办事 老家伙想办法脱身了 现在还敢给他找借口 他就弄 如阳王进宫一趟 就接到圣旨 带兵去剿匪 目标地 黑鸭山 回到王府 就发现自家王妃收拾包袱 想要跑路 他好不容易才把人带回来 现在 小皇帝却要自己带兵去剿匪 想到这里 他真的恨死那些土匪了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来闹事 灵儿 别生气了 这样对孩子不好 皇上让我去剿匪 我要离开京城一段时间 你乖乖在家等着我回来 不要想着逃了 我担心你没有办法 照顾好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可赶紧滚吧 等到他滚了之后 魏灵儿就可以带着孩子跑了 他若是不在 这个王府就困不住魏灵儿了 伸出手 想要抱住他 高妃 滚 我说过不要和你做夫妻了 我也说过 我们一刀两断 是奈当事 我刀三断 那我刀三断